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一位 是我们两位的老朋友 到底是谁来到这里 掌声有请大来宾 有请大来宾 掌声有请杨柳老师 你好你好 他曾是新闻联播播音员 而今华丽转身成为知名主持人 他就是备受观众喜爱的杨柳 此次他作为大来宾做客节目 将有哪些好友为他惊喜助阵呢 播新闻联播播了八年零三个月 其实我在干到四年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是你自己的一些问题 对 我意识到我内心当中缺少一些东西 然后我是不是只会这个 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别的东西 所以就开始思考 而且思考得比较远 就想到了自己 40岁 50岁 60岁 我的个人的才华 你那会想到60岁 现在感觉想对了吗 我觉得我是对的 就是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必有尽忧 对 所以一个播音员 或者一个主持人 一定要强调自己的职业规划 就是它是一生的一个艺术 对 那么我做新闻 我觉得我还比较适合 但是那个央视的新闻 实在是太高度紧张了 压力太大 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做到五年的时候 就正式提出来 跟领导提申请 我能不能换一个岗位 对 其实我觉得当时 这个平台真的非常的好 感谢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主持人 但是我觉得可能当时 对你来说 内心的自己的压力很大 担心播错吗 说实话 那当然了 每天基本上都处于一个 高压状态 只不过就是根据节目的不同 比方说早新闻 可能就轻松一点 你到了这个新闻联播直播了 那这个压力可能是最高 有一次我采访 那个纳森老师 他跟我说 他说他经常半夜 突然就醒了 然后醒来以后呢 就梦到了自己播错了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们各种各样的梦 都是围绕着这个 央视的新闻演播室做的 我前去年还做过一个梦 就梦见这个中央电视台 让我马上到岗 要直播新闻联播 然后就一直好 然后就一直好 对 到了演播室 发现没桌子 只有两个椅子 我说这个怎么弄啊 这个你看 这种压力的痕迹 一直会延续 一直流到现在 对 是的 关键是今天看来 那一段八年多的 新闻联播的这种时光 对你来说是莫大的一段 锻炼 我觉得很幸福 对对对 为我做一个主持人 就做这个语言艺术这个行业 我就打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对就好比我们是一个转业的军人 我有非常良好的一个素质 对 然后我再去做从事其他的这个节目 您在就正式的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那个时间段里 办过算嘛 我们行话办算就是打磕巴了 我印象里边基本上没有 就是在新闻联播整个直播过程当中 出错误的 基本上没有 可能有过一两次是因为机位的问题 比如说机位的调整 磕巴了 你出了问题是机位的事 对 机位调整 因为我们机器是带这个提示器的 提示器的 然后大家内容提要都打得上去 但是换了机位我们不知道 一抬头空的 看不着字的 会有这种 对 会有过这种情况 其他的基本上没有 其实我是觉着 后来从这个岗位离开 心里边有没有一点怀念 不是 还真的 我觉得是回忆吧 应该不叫怀念 我挺庆幸 就是早年做了一个 对后半生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决定 就是早一点离开 这样的话 我的形象 还有我的业务都没有固化 如果你固化了 就是说你只能这样了 那么到50岁60岁 可能就不好办了 当年来到这个新闻联播组 应该也是非常幸运的吧 对 您是从哪个电视台被招来的 我是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 刚好在88年底 刘佳老师和邢志斌老师 两位都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 第一代播音员 他们两位来我们班挑选实习生 就你啊 挑了四位 这是我刚入学的时候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非常幸运的 对 我觉得非常幸运 当时您第一次 第一天播新闻联播 是哪一年 哪一月哪一号 你还记得吗 是1989年的6月8号 那天呢 我第一次 还没有拿到毕业证啊 当时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 还没拿证 台里的手续还没办 那就通知必须得上 哎呀 那个 紧张 吓呀 哆嗦呀 那就硬着头皮吧 反正是个好事 你就冲吧 你有没有给你爸赶紧发个电报啥的 那早都通知了 当时我们进入这个台里边实习呢 最早就是配音 配新闻解说 就这一条 今天晚上确定拨拨拨拨 拨这条我配的音 赶快跑去 打长度电话 报价 今天那个啊 注意啊 有我的声音 有配音了 对 所以大家都是 你爸能听出来 那是你的声音吗 能听出来 那当然啊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觉得从89年到今年 已经整整29年 将近30年了 明年我就从业满30年 我的天哪 你这暴露你的年龄啊 这没关系 我年龄不是 不是人生需要隐藏的东西 它都是很正常的 就像高姐到了某一站 也就是说 你不在乎别人 知道你已经60了 我 你才60了 我不在乎 他真的60了 对 我们找了一段 早期杨柳老师的一个采访 看看那个时候的他 来 89年的3月27号 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第一次是 我是指那个五件新闻 作为一个学生 又是没有 以前没有搞过这个电视 以前在学校就是 录音啊 很少接触电视 我觉得我的心情 应该是可想而知 又是第一次 当时我记得就是 虽然是录像 但也特别紧张 紧张的觉得 都红灯一亮一开始 我这个就觉得不是我的嘴 就都没什么感觉 就整个一个脑子也是发木的 就是稀里糊涂就出去了 然后呢 就是在后来 在第二次 第三次 慢慢的就好一点 就适应了 前天我生日 前天我27岁生日 我父亲还打电话 因为我白天来台里 开会了 他是晚上给我打个电话 说今天我打了四次电话 都没找到你 还给我 祝我生日快乐 因为平时这个工作 因为工作的关系吧 回家比较少 春节 春节我们是 也是要值班啊 虽然家的外地 但是工作为重 经常是这个 我初二晚上 值完班 坐火车走 然后一早到济南 这样在家里待四天 就要上班 还好 因为济南比较近 我刚才看我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确实 帅死了 哈哈哈哈